中央社记者陈俊华、苏荣其台北五日电、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与民主进部党籍立法委员便当会敲定鼓励所得采议案 平年底完成修法、明年申报适用、体育文化、教育等特别扣除 赖清德希望明年启动第二波修法 赖清德与民进党籍立委中午便当会讨论税改方案 敲定财议案鼓励所得合并或分开计税二则一致 分开计税者单一税率26% 合并计税者给予抵减税额和抵减税额计算方式为鼓励X8 5%税率每一申报护上限为新台币8万元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兆豪下午接受媒体访问表示 会中多数立委支持议案税收约减少60亿元 约占整体税收千分之二左右 无态大改变但有加有减 目的是要把以前被扭曲的税制分配更合理化 也能增加业界投资意愿 刘兆豪表示 他希望行政院对外论述时能用更说明化的语言与民众沟通 说明真的很重要 至于修法实陈 他说这样已算定案 确定是已案后应该很快 如果明年申报要试用 希望敢在年底前完成修法 民进党团书记长何欣陈向中央设计者说 讨论过程中大多数立委都支持已案 对假案发言不多 运回立委认为 已案税制调整符合合理分配方向 实际上较让寿新节级有减税几率 至于包括民进党籍立委乌秉瑞等 希望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 何欣陈说 会中决定战时依财政部提出的18万元 未来尽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讨论时 立委如果还有不同意见 可在提案讨论 何欣陈说 鼓励神域 长期照顾 体育文化与教育等特别扣除 赖清德希望留待民国107年第二波秀所得税法时 在综合研讨和理解有效减税方案 这会期只针对税该一案 吴秉瑞说 他在会中表达希望薪资口除额提高到20万元 但行政院财政部没接受 相关修法进到财委会审查时 还是会提修正草案 希望薪资口除额能提高到20万元 106万1005 没准备